便在此刻 罗天成身影如电而至 周身被颜色雾气滚滚包裹 直接从两人中间一跃而出 口中一声低吼 就带着一股狂暴气息 冲入到了战团中 背剑弟子以及高手弟子见词 一惊 也正要冲过去时 却突然传来 巨大乌公的一身哀鸣 罗天成的大笑声响起 搜的一声 一个黑影从战团处 狂暴气流中飞射而出 两人目光一凝之下 顿时面色都是一变 黑影不是别的 正是银色蜈蚣的巨大头颅 其口中一对锋利獠牙 突自的开合不止 双目凶光却在迅速的暗淡下去 而随着蜈蚣妖兽被击杀 原本狂暴的气流也平息了下来 风滚的尘土烟雾中 罗天成缓缓的飞了出来 但见在小腹上 一道浅浅的伤口清晰可见 不过他的神情看起来却是平静之极 单手在伤口上轻轻一抹 顿时无数头发般的银丝 纷纷在伤口的附近一拧而出 伤口当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的弥合了起来 不过两三个呼吸后 伤口处就已经彻底不见了 罗师弟实力高强 佩服佩佩佩佩 高寿弟子剑慈将翠绿缠弓一收而起 面露复杂之色的拱了拱手 有些善善的言道 北剑男子并秒说话 单手一招的将赤红飞剑收回背后 瞄立眼罗天成的手腕 见其气韵之锁散发的灰光 明显比此前明亮了几分 眼角微微抽搐了一下 这里才是秘境的外围 两位师兄也不必丧气 我们三个联手的话 应该不会有多少人 比我们更快的达到秘境中心处的 罗天成仿若未闻一般 淡淡的说道 其他两人门言均都点了一下头 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 刚刚引起的法力波动 恐怕会吸引附近不少人的注意 罗天成转过身的说道 结果他话音未落 面色却突然一变 抬手朝某个方向望去 只近内边远处天边 一个白色光点浮现而出 飞快的往三人所在 积舍而来 速度飞快 三人再想躲避 明显已经来不及了 几个呼吸过后 顿光便已清晰可见 白光一闪后 便停在了三人不远处的半空中 白忙散去后 露出了一个人来 但见来人长着一张 形无阴损的长脸 鼻如腕钩几乎能够碰到嘴巴 一身白袍随风鼓掌 何然是天妖鼓的大扮 其锐利的目光 肆无忌惮地 在三人身上一扫而过 最终落在了罗罗天成的身上 目光微微闪动了一下 卑贱男子早已见诀案掐 另一名高兽弟子则凝重地将手伸向了腰间 这位道友不知有何尖叫 罗天成也一脸的戒备之色 但毫不失弱地迎向了对方的目光 并冷冷地问了一句 虽然他对此人极为陌生 但对方隐约散发的气息 却给他们三个人一种不安的感觉 显然这位天妖鼓之人 绝不是一般存在 呵呵 太清闻 英明男子却似笑非笑的嘴巴一脸 两臂突然往两侧一张 一道道有如实质的银芒 刹那间从其两只袖袍中狂涌而出 同时一股惊人的气势 一下爆发了出来 罗天成三人早就是一只小心戒备着 一见英明男子的动作 立刻做出了反应 卑贱男子一声大喝 手中剑绝一凝 背上的长剑冲天而起 并一下化作一道十余丈长的金红 并随着双手车轮一般的一阵转动下 骤然解体开来 化为了十几道迁徙的剑光 朝英面男子方向 同时一卷而去 破空声中 一道道的赤色剑光 带着一道道长长的尾盲 仿若流行雨般 气势颇为惊人 而高兽弟子 则早已握住了那把禅弓 腰间手掌一个模糊 禅弓上搭上了一根青色的剑尸 眼中惊王一闪 另一条手臂 木然一松 呲呲声大响 密密麻麻的青芒 朝着英面男子 铺天盖地地积涉而去 罗天成站在两人中间 倒是没有冒人出手 不过他也一脸阴沉地 将功法运转开来 当即一团银色雾气 从他身上滚滚而出 化作银色龙虎虚影 在体表盘旋飞舞不已 英明男子 面对迎面而至的赤色剑芒 以及青色光剑 仿若未闻一般的黑黑一生 双目中精芒流转 袖中射出的银芒 越发的刺目耀眼 随之空气中 发出了震产之音 一面面巴掌倒下的银镜 飞快地浮现而出 这些镜子竟足足有上百面之多 并嗡嗡声一响后 所有镜子表面 狭光一闪 木然喷出了一根根银色光柱 在面前虚空一扫而过 瞬间便将赤色见光 青色见尸 全都尽数得吞噬干净 见眼前之人 如此轻描淡写地 将两人的攻击接着下来 太清门两名弟子 倒吸了一口凉气 罗天成的神色 也微微一宁 然而未及三人 在做任何的攻击 英敏男子双臂猛的一阵 上百道刺墨的光柱 从镜中再次喷涌而出 一闪而逝后 便到了三人面前 密密麻麻的光柱 如同银色潮水一般 就要将三人 彻底淹没了进去 卑贱男子 以及高手弟子 眼见躲闪不及 立刻脸色大变得 掐碎树道俘虏 在身前撑起了数道五颜六色的防护光照 而罗天成则口中一声滴吼 浑身的银色焦虎 纷纷地爆裂而开 化为一层放若实质的银色雾罩 将自己周身 护得滴水不露 三人看看做完这一切 铺天盖地的银色光柱 便气势如红的 从三人所在 红隆隆地一冲而过 一时间银色所过之处 呲呲之声 络绎不绝 被触碰到的地面 闪风 巨石 顷刻间便化为了鸟鸟青烟 地面上则留下了一道 树杖宽的深深勾曲 下一刻 随着英明男子双臂一收 上百面的银色镜子虚影 荧光一闪之下 便纷纷地往中间一收而起 化作了一面 小巧玲珑的六边形银镜 并被一张口地 吞入了腹中 银色一闪地溃洒而密 晨悟中却扑通两声 两具残缺不全的交回尸体 出现在深空之中 看身形和残留的衣着碎片 依稀可变 是那卑贱男子和高瘦弟子 两者如今 都只剩下了小半个身子 仿若被烈焰灼烧过一般 手中灵气 早已不见了踪迹 两名太清门内门的精英弟子 竟连丝毫反抗之力 也没有地施展出来 就如此稀里糊涂的 死得不能再死了 连一丝惊魂也未能逃脱出来 实在是令人大吃一惊的事情 就在这时 一声怒吼后 另一道人影 从漫天烟尘当中 斜斜歪歪地倒射而出 正是罗天城 不过此时的罗天城 看起来也是瘦创不清 一条右臂连同大半个肩膀 不翼而飞 周身大半皮肤 也已经变得和烧过的木头一样 黑乎乎的一片 罗天城在飞出数丈远后 急忙的单手 发掘一掐 全身凌力一提 才勉强地稳住了身形 深吸了一口气后 浑身再次泛起了一层 晶莹的荧光 并烧毁的躯体上 立刻浮现出 密密麻麻的银色细丝 而断臂处 也有无数心生的肉牙 不停地蠕动 而英明男子刚才一击 明显也消耗炼丹不少元气 一见罗天城如此模样后 心中也是一领 竟没有立刻再次施展 其他的攻击手段 只是副手悬于半空当中 仍有凌厉的寒风 扑打着绿色衣袍 与此同时 却有源源不断的灰色雾气 从两具残缺的尸体上席卷而出 并被手腕上的销索收入其中 而罗天城再过了七八个呼吸的功夫 身体便重复恢复如初 所有的伤口全都弥合不见了 甚至连新生的肌肤都晶莹洁摆 丝毫伤疤不见 不过当其凝结出幼鼻之时 原先手腕上的七云之锁 已经无影无踪了 罗天城看了看地上的两具尸体 面神如水 突然深吸了一口气后 右臂手腕处 无数的晶莹光点 凭空浮现而出 光芒一闪下 便再次凝结成了一枚 洁白如玉的崭新玉所 不过散发出的灰光 却明显较之之前 减弱了许多 与此同时 英美男子手腕上的七云之锁 在吸收完两具尸体上的灰气后 周围虚空中 再次浮现出大量的灰色气体 并一卷的很快被吸纳了进去 罗天城见此 再也无法忍受住心中的暴怒 二话不说的 双手飞快一掐发觉 银色雾气再次疯狂的 从其体内狂涌而出 同时传出一阵琵琶的声响 身躯骤然 剧长了一大截 上前猛然一个大步迈出 就要满心怒火的出手了 英美男子却哈哈一笑 背后突然浮现出两团青光 随即哗啦一声 幻化成了两个仗曲上的青色光翼 双翅一扇 便化化为一团青光 朝着远处破空而去 竟丝毫没有在和罗天城交手的意思 嘿嘿 独天灵蹄果然名不虚传 在下领教了 后会有期 与此同时 青光中远远传来了自人的话语声 不要逃 罗天城哪里肯放起走 周身荧光被身体一卷而起 化为一道银色顿光 脊椎了上去 两人顿速都是极快 几个呼吸之间便已经飞出了十几里 然而罗天城的顿速固然不满 但主要还是以肉身强悍的灵体闻名 顿速飞其想象 但英灵男子所化绿色动光 速度实在是非同小可 几个闪动间就飞到了树里之外 结果没过多久 两人的距离便越来越远了 罗天城又追了一段距离 眼看不可能追上只能狠狠地停下了 可恨 天妖谷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个妖孽 能够举手头祖间灭杀本宗两名化经期后期的弟子 他望着天边的一点轻光越来越小 心中郁闷至极 他面色阴晴不定了几次后 终于一跺足 一个转身往回飞驰而去 秘境外围的另一处四面环山的盆地当中 几拨人正悬于半空当中互相僵持不下 欧阳世家的欧阳倩和那个身着绿色衣衫的少女 赫然位列其中 和他们迎面对视的 却是三名身着褐色长袍的男子 在距离五人不远处的外围 另外还有三两长裙的七名修士 看身上的服饰打扮 似乎都是一些小宗小派的弟子 似乎也并非同一伙人的模样 所有人的目光都不时有意无意地望向盆地中央 一块大约半人高的青色巨石 石头表面爬满了青苔 不过细看之下 却能发现石头表面 有一条条错综复杂的暗红色灵纹 一闪一灭下 竟奄奄的透出一丝丝火热气息 使周围虚空一阵模糊不清 一看便知是世间难得一见的领悟 两位仙子到底是何意 这块火门随时 明显是我们天缺派率先发现的 自然该归我们所有 三个褐色衣衫的男子中 领头一名阔眉中年人 怒气冲冲地朝欧阳倩两人打声地喝斥道 真是可笑 三位莫非连天门大会的规矩都没有搞清楚 就贸然进来了吗 在这秘境中 宝物若是谁找到便是谁的 还要挑我等进来做什么 看你们的样子 也根本没有聚集多少气韵吧 本姑娘也懒得抢多了 识相的便趁早早掉 还有你们 不想死的 同样跟我们姐妹离得远些 绿山女子满不在乎地说道 并带着一丝不屑地 朝远处的其他气人身上 一扫而过 天缺派三人文言 脸色顿时丈地通红 眼中几乎冒出了火来 其他纵闻之人听了这话 脸色也大多变得十分难看起来 欧阳倩站在一旁 也似笑非笑地看着这一切 哼 欧阳倩站有什么了不起的 再厉害 只不过是区区两个人罢了 诸位道友 我们不如联手先解决了他们 再决定这块灵雾的分配归属如何 站在外面的一个打扮妖艳的女子 突然冷哼一声地大声说道 色言已出 顿时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 仔细一看 这说话的女子还算有几分姿色 只细看之下 双眼有一些狭长 不怪了几分姿容 但看向欧阳世家两姐妹的目光中 也含了一丝嫉妒愤怒之色 子女旁边站着一名古兽如柴的红衣青年 文言则是大惊失色 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同门师姐竟然会在这个时候 突然出声招着欧阳倩姐妹 其余几人 以及天缺派三人文言 脸上都不禁闪过了大为异动之色 不过 设于八大世家的威名 却谁不敢先动手 场上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 哼 既然不愿意走 那就全留下吧 绿扇女子见此情形 脸色一沉 突然手中紫芒一闪 多出了一柄两尺长的紫色折扇 迎风一展而开 并朝前方以扇而出 这扇子应该是轻盈之物 但绿扇女子扇出的动作 却显得异常的凝重 吐的一声 扇子表面光芒大放后 大片淡淡的紫物从中蓬勃而出 眨眼间向对面一卷而去 紫物的速度快极了 离得最近的三名天缺派弟子 当即闻到了一股淡淡的乙香 顿时神时昏昏沉沉起来 不好 为首阔眉中年人一惊 连忙地从怀中 摸出了三枚绿色浮露 并飞快地拍在了自己 和两名师弟的身上 绿光一闪之下 另外两人 这才犹如醍醐灌顶一般 猛然惊醒 没有就此彻底沉沦下去 离得稍远一些的 其他修饰剑词 脸色大变 纷纷运气屏住了呼吸 并各自放出各种防御的秘术 灵气来 动手 不过绿山女子的举动 反而让在场的其他人下定了决心 不知是谁突然大喝一声 下一刻 各色光芒顿时如潮水一般的 朝着欧阳倩和绿山女子滚滚而去 感谢收听